嗨大家,嗨,嗨大家,欢迎来广州的课程 等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在我们的课程 我叫亚学芳,来自芬兰 学芳的学特别适合我 来广州11年了 我从事对外汉语工作 我们的学生来自很多不远的国家 他们觉得我住在中国 所以等中文是我的责任 80年代,我爸妈住在北京 我妈妈那时候是在芬兰的大使馆做秘书 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讲那些中国的事情 家里一直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家具啊,筷子啊 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星期的书家班 学一点中文,还有打太极 那我读大师的时候 我刚好看到了一个星期 可以来广州大学留学 我就报名了 没想到我来广州这么大的城市 开始没习惯 我来自芬兰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人口都不到2万 读演艺的时候就开始教学生 毕业以后,我纽约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我就开了这个机构 来教中文 其实第一次见到就说实在,没时候太大感觉了 多见几面之后才中情的那种 我认识她的时候,英语水平还不算特别好 突然就是上来就中文说 哎,你好,我叫Sara 然后来,我们开始聊吧 我妈见她,我们不是正式介绍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都出去去酒吧玩 都喝得很晚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最下面那个楼梯类似 就是蹲点蹲我们 突然看到一个外国人走下来 然后把我妈给吓了一跳 我妈就很认真的思索了 又挤了一个Hello出来 因为我老婆会说中文 她能跟我爸妈沟通 他们就很容易就接受了 我老公她家人就是本地人 住在那个村子已经有七百年了 我们住在房子 她的建筑风格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孩子小学还有初中是在这边上的 因为我们喜欢她能学到很流利的中文 你住在过外的时候 大家以前觉得你是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没必要就跟别人比 就感觉你住在过外是有这种自由吧 下载视频APP N种方式打开世界